樂器啊什麼的 但是不知道真正的那一天的表演 會是什麼樣子的效果 完全超越了我所有的期望跟夢想 大家都真的是傻眼了 我覺得那個感覺好像是在看一個電影 但是自己可以走進那個電影 畢竟我拿著這個麥克風 我想就是聽到這個音樂 然後我就可以走過去 然後錄這一段三弦 或是錄這一段售納 這個感覺是非常非常的神奇的 所以對一個音樂人來講 真的是來到一個天堂的地方 那我看到《繞山林》這首歌的表演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太稀奇 我才了解白族的音樂是多麼的神奇 而且多麼的 複雜 因為這個《繞山林》 他的靈啊 就是靈魂的靈嘛 這是張教授的解釋嘛 就是每一個群眾 就是有一群女孩子 就是他們一起跳舞的 而且他們的舞步都是很奇的 但是另外 翠底子是完全另外一個節奏 是完全獨立的 而且再另外就是那些 有兩個男生 就是我覺得他們很像那個 金門王跟李炳輝那個造型 就是兩個戴墨鏡 然後 表現得很開心很樂 所以我 我之後才知道 那個是即興的Rap Freestyle的Rap 就是最高難度的Rap 所以我看到這兩個老頭子表演這個 我快笑死了 其實那個方式 跟我們現在的Rap 就蠻像的 就是你有一個partner 也有一個搭檔 然後他可能會重複 你講的最後一句話 或什麼 就好像我們做Rap Shorty想要你當我的女朋友 然後旁邊人 Shorty想要你當我的女 就是重複 就接這樣子 然後就變得比較緊 然後更有說服力 所以 這讓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對不對 這兩個我不知道在幹嘛 不一樣的旋律 不一樣的節奏 同時都在進行 這個繞森林的表演 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祝大家也知道 燃你的花樣 這個就是音樂的交換了 他們表演給我 我現在就要表演給大家聽 大家歡迎 我唱給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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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多的老人家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年輕的 所以我 我很高興看到 其實那一天 印象最深刻的一個 一個人就是 才18歲的一個小男生 然後我們就是他們表演完了之後 我們在拍照 我們在合照 以為整個節目已經結束了 然後就把他那個主題拿出來 然後就開始催我的歌 就開始催《唯一》這首歌 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就是 就即興地可以抓到那個旋律 所以我覺得他就很不錯 發現他因為歌是各樣的元氣 而且在這麼年輕的一個 就是在已經 他的水準已經到這麼高 我覺得非常棒 再見 謝謝你 再次謝謝你 好棒 好棒 謝謝你 謝謝 我一定會再回來 歡迎你再來 歡迎你再來 白酒 真的很棒 在麗江 哇這麼漂亮的地方 就是光是講麗江都已經覺得 很想回去了 太舒服了那個地方 但是 講納西族啊 在麗江他們的音樂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而且每次講到中國的少數民族音樂 一定要提到納西族 他們是有非常古老的音樂 就是納西古樂 就是洞金音樂 然後這個是很悠久的歷史 從唐朝開始的 好 我們現在機器都叫好了 就是簡單的麥克風 從DAT 還有我的耳機 然後我準備要錄這些 非常非常的寶貴 非常有歷史性的一些音樂 這些樂器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音樂 都是就是保留了以前那樣子的方式的味道 所以我們第一天去了麗江 就馬上聽了那齊鼓樂的現場演奏 而且在一個 一個就是 這個楊教授 他朋友的家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四合樂 然後我們就一個一個介紹這些 老 老 老將 老高手 其實這些音樂人啊 也是都各有各的特色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專業的音樂 就是不是fulltime的音樂 他們是 可能也有其他的工作 比如說那個 有一個王老師 他是 殺豬的 但是也是吹竹笛的 所以 反差 非常的大 他們都是很老的 但是發現在麗江 老人家看不出來 他們的歲數有多少 其實 可能八十幾歲 但是真的看起來好像六十幾歲 他們說 因為那邊的水 還有那邊的 就是整個氣候 都是非常非常的 理想 非常的漂亮 所以 那邊的人就是 比較幸福 很妙吧 然後還有工人啊 農夫啊 他們都有不一樣的事業 但是 都是很愛音樂的 我們先看 納西族傳統的服裝長得什麼樣子 好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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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足智的 足智的有兩種 一種是彈的 一種是拉的 一種是拉的 還會拉口線 對 你看這邊發現 到時候 何老師也會 要先來一頓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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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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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